我想過,會不會我們除了個人合併再一條 你明明是這個,就是夏季退出的了 你弄完這兩個月左右就沒得玩了 你不是這麼快放棄嗎 玩了一整年,不是這麼快 九月了開羅,定了啦 我跟你說,降溝馬經對我們很重要 我們的點擊,我聽美姐說的 提升了很多,就是降溝那裡的影片 看的數量,點擊 有阿斗爺 當然是斗爺 斗爺的評述,現在正在上升 可能遲些要改名,降溝馬經 剛才有個聽眾留言 科特,我們經常說,你好像去年開始賭 問我為何這麼投入 很簡單 唯一百而已 當然,但你愛一件事 你愛一個女人,或者聽眾我愛一個男人 一定要進入他那裡 一定要摸清他的底部 有一次喜歡女士 摸清楚他的底部,摸得清清楚楚 先掉牌,來,咚 砰 你要愛那件事,你才會用心 你喜歡那件事,零射投入,不用迫你 有很多人,其實你上班,你根本不喜歡 那你不喜歡,你很難投入 一定是這樣 你參與這個遊戲,就一定要認真的 沒錯 無論贏還是輸都好,我們都是那個中指 我們賺到今季,最後一分一秒 都未知,六死誰手 暫時是蔡大哥領先成千元 我們計劃到最後那天,就做一個大突破 買雙倍 我真的想了 不要這樣 不是錢的問題 因為最後,通常是星期六日 我們就是最後那個賽馬日的夜晚 那場快活局 即今季最後那個快活局 最後那場嗎? 不是,最後的快活局賽馬日 陪大家賭足九場 哇 我們這麼害怕 幫我預訂房 我們由第一場到最後那場 好像人家這樣做,豆爺就叫出九場馬 這段時間最慘 叫到混蛋 喂,大哥,這麼多馬衣服,你怎麼陪啊,蔡 輪流叫吧 背定開始背定 如果是氣,要課金支持才行 不是,我們做了九場之後 小貓三、四隻又罵我們 這樣沒有人的 到時候會的了 鋼鋼馬經,由開季到現在 多謝豆爺提議 其實最初豆爺提議 不如我們搞個賽馬節目 我問我,好,既然你說就行了 這樣做就沒有停過了 其實 其實最初我真的有這樣想 因為大家知道在香港 其實做事會很難 還有什麼可以說 難道像林定郭說的 我不相信你現在在碼頭罵 林定郭是最無能的律政司司長 我不相信你會被人拘捕 他只是這樣說 喂,我相信你的 但執法那個不是他 那他律政司是負責決定起不起訴的 如果我跟著你原句說一次 如果有人拘捕我 就靠你補我 這個法庭證據 我打算試一試 就去皇后馬頭那裡 然後對著國凱說 林定郭 看看有沒有事 我不敢這樣做 而且他說他而已 你要罵他 可能他不介意 你試試罵另一個 另一個未必說 你罵林定郭 他說被人罵就行 我很小器的 你罵我一定告到你 你又很害怕 喂,今天早上 超哥 下面的下屬報告給他 喂 取消證而已 氣均捐贈都說要找警察查 我相信警察很辛苦 這些都要查 不過幸好是查 究竟有沒有犯法 其實有沒有犯法 不用找警察查 物理直施就知道 有沒有一條適合的法例 是告相關 譬如說這件事 當然就很難了 別人有權登記 接著就有權取消 不過如果他根本沒有登記過取消 那就有機會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登記了 你取消了幾次 那為什麼會取消了幾次 通常有些人 上網那些有傻的 不知道取消了沒有 confirm了沒有 為什麼沒有收到短訊通知 可能再取消多幾次 未必是玩東西 可能他不熟 而且你說這個題目 我只是想問一件事 假設我們當然不是 我們從來都沒有鼓吹任何東西 假設如果外面有一個人 假設性 他鼓吹叫別人不要 做這個器官的捐贈 捐贈 他有沒有犯法 因為現在你說到就好像有調查 然後就好像說網上有些人 就說一些東西 可能不熟實 又或者什麼 理論上 你以前叫別人不去投票 這個是犯法的 這個是法例寫清楚 寫了說你猜到別人不投票 你不投票是一回事 你叫別人不投票不行 是不是 如果再說 例如說 鼓吹煽動 暴力 你煽動別人的暴力 鼓吹什麼非法集結 打他 這些犯法 現在你只不過去到一個器官的捐贈 我們不是鼓吹 但我只是想問樓 問林定國 他是法律界的律政司 如果一個人 鼓吹別人不去器官的捐贈 或者本身他有的 他現在說不如你不要捐贈 你退出 你退出 這個行為是否涉及有法律的問題 我想知道這件事 理論上沒有法律寫明 你猜出別人不捐器官是犯法的行為 我們從來沒有猜出任何東西 我只是想問 我覺得有機會 有機會 那他犯了什麼罪 可能煽動政府的體系 因為政府鼓勵你捐贈 你叫人家不捐贈 我個人覺得差不來 抹黑政府 怨恨政府 從而作出的煽動 因為很闊 因為最慘的是 有一個變化 就是中港融合 但中港融合 他們說得不太清楚 有些人聽了之後 就有這樣的決定 這些是那些人的決定 如果他們會 撿著這件事 你一定是因為盧曉茂公佈了這件事 然後你說這些 那些人就跟著你所說的 去做那件事 所以你就煽動了 所以都是很難搞的 其實我們講一個理性的分析 其實上一次我們有講過 那時候當然還沒搞到要李家超特首出來說話 但當時我們討論這個器官捐贈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沒有說支持還是反對 我覺得當時說的時候 德哥其實都說 有很多人都可能想拿到那個器官的 我們都有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但我只是講一件事 因為體制是不同的 今天蔡先生早上給我看那條片 其實他也有講到 內地和香港定義死亡已經不同了 一個是腦死亡 一個是心臟死亡 其實是不同的 我定義就是 你兩個地方如果你要接軌的時候 你的定義都不同 排除你的立場 其實是很難做到的 第二件事就是說 我之前都說了 內地有沒有牽涉一些器官的買賣 有沒有用死囚的器官 這些一直是流傳的 昨天又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人士 吃了什麼豆沙包 突然說 其實我們都有用死囚去 拿他們的器官去做移植 我說 你竟然說這些說話 一向都沒有人會這樣說 有太多這樣的東西 不過我們就沒有叫大家捐不捐 這個大家你們自己喜歡 只不過我們就理性去說一些事實出來 也都申報利益 我本身都填滿了 好幾年前也是 很多捐的 也是捐的 也都暫時這分鐘都沒有決定要取消 因為我覺得是幫到人的 我和蔡先生都沒有 我只是填了說只是捐羊具 但是暫時還沒有人想接收 他們無法嫌疑 因為你那個比較大 他不對 他說我用太多 沒什麼用 只是捐給馬會 填錯了 我和蔡先生可能 自己知道身體 算了 還是廢了 你都不用 我捐個肺給你 你都不行 我肺得黑的 你以為做什麼 阿斗爺好一點 照過還是乾淨的 OK 其實這些真是很過人的 也不是說三年兩月就可以碎到什麼什麼 不過你說剛才阿斗爺問那句 真是可圈可點 所以不要亂來 所以我真的希望 因為大家都想做一個良好的市民 一個守法的市民 我希望可以盡快有政府部門出來交代 究竟牽涉什麼 就是關注器官的捐贈 是會違法 如果我叫你捐不捐那些 會不會觸犯法例 希望他們會解說 但是為什麼會弄到這裡呢 因為一開始說 為什麼要弄這個降溝馬警 小弟當時其中一個想法就是 你想想連器官捐贈 都弄得好像很危險 你捐個器官而已 不是捐贈 取消都危險 這樣都危險 那時候我就心想不如這樣 我們不如 大家都說一時的事情 其實我去年跟阿通哥一樣 是完全不懂馬 我這個很深刻 那時候就做節目的時候 有時候德哥和蔡上 會說一下馬仔 那你知道德哥就愛他 叫做量化寬騰 很清楚 在節目上面 蔡上跟德哥那時候談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我記得去年的時候 然後我還記得 有一次德哥跟我談 我說量化寬騰 是不是那些股票名 什麼寬騰 是不是中國那些股票 量化寬騰 我說不是 原來是馬名 於是乎 因為我 為了參與 要參與他們的討論 為了這樣我就開始去 害死了他 不不不不不 慢慢慢慢 又開了 不好意思的電話 134 183 183 1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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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那個很危險 我跟他談過之後 是啊 所以我的初心 其實真的是為了參與討論 但是後來研究下去 又挺喜歡的 覺得有個樂趣在這裡 再加上整個政治環境 這麼危險的時候 我就斗膽提出 不如我們做不做一個環節 本來是最後三分鐘的 我們試一下玩一下 還有那時候剛好 就推出網台節目 是 是 是 也打算過 會不會整個網台節目 有什麼 有好空 但是我們說 就算是真的做的 我們也要做些示板 是 所以就產生了鋼金麻鏡 是這樣的誕生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預告 今季快活局 最後一個賽馬入快活局 應該是最後跑馬那個星期的 星期三 我們就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可以誇張 也不是誇張 我們由第一場直播 陪大家 陪你賭錢 賭到第九場 那我就想說 我30元一場 9327 最少有270元 我計算過 因為馬桂園是在月中 如果月底 或者20號 我跟阿通通過 但是如果7月10幾號 撐得住 但月底也會撐街 月中就來 不要緊 有機會撐一撐 最多是早些撐街 我先問另一個朋友 喂 哥姐 對 不用多了 3個想要我6月中 謝謝 不好意思 我先打 喂 你是我 喂 我媽媽壓著給你 可不可以壓著50萬 什麼老的仔 5萬都要了 我要倒9場 壓著媽媽給你 我也差不多 我也想買這麼多 姑娘 媽媽的餅乾 今個月不用再入了 不要再給她餅乾了 是呀 我不買這個服務 這個月 是呀 是呀 喂 是不是這個 油麻地妙 是呀 喂 要不要一個老女人 撐住 是呀 健康聰明 撐住 撐住30萬 賣66 撐住 撐住 你好 老人院打來的 是媽媽生 你媽媽做過六合彩 你幾個月沒有給奶粉錢 不好意思 買維他奶給她喝 撐住 喂 通仔 是啊 我住一間老人院 整個月都沒有冷氣 不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現在夏天很熱 壞了 風扇都拿走了 姑娘 風扇都收走 政府說環保 適當日 適當冷氣 適當風扇 適當熱 她現在整個月沒有穿過 還有姑娘說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 因為你兒子付錢不夠 一天改吃一餐 人都瘋了 好像說你兒子有個賽馬 日九場馬糟糕 就這樣 為了自己有高潮 一定是直播九場 怎樣也創造歷史 我就晚上找房間出來 好啊 星期三可以移到房間 應該也移到 外面移到房間出來嗎 讀一讀 在會議室我們動步機拍吧 外面那位幫忙做的時候 為了安全 先抽好 先休息一下 沒用的 要先凍結賽馬戶口 當然那晚不可連續倒久 我們可以 他不行 好 好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夠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千元 請編購支持 感谢观看